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比新闻还好听 就是故事 但是因为是八卦 那你也知道我们不要去当一个八卦的人 所以呢 我刚刚就问这个当事人 因为在录影 遇到当事人我就跟他说 我很想把你的事情讲出来 他问我什么事 我就想 就因为我知道他的一个八卦 那我说我很想把他讲出来 因为我觉得很感人 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他就说 哎呀不要啦 他说回文我们就低调一点 谢谢啦 因为他知道我很羡慕他 然后我就觉得 哎我真的觉得 有的时候 这个 你说人生在世 这个拼的是什么 涂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 听到没有不是我故意要卖冠 因为当事人他就叫 就交代要低调的 我再讲就没意思了 我只能告诉大家说 你看到台面上的那些 那些你争我夺 那些什么 其实不重要 不重要 终究是会过去的 这个 把自己顾好才是什么 什么叫做成功 什么叫做成功 就是高票当选要成功 好选上立委 选上县市长 选上总统 就成功嘛 有时候大家 要再去 去俗扣 没有 不要 其实到底是 有时候辛苦了一辈子 到底是为的是什么 这个 劳劳碌碌碌 每天 这个拼经济 拼三餐 拼这个 佳季 好 这我们第一段要谈谈 这个两岸的问题 第三段要谈谈侯友宜 因为我觉得 还是要 还是要 还是要谈一下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节目安排的这个顺序 第一个 我们从李显龙 这是新加坡的总理 他之前接受 这个日媒的专访 他提到了两岸 因为 这个新加坡 这个 在全世界 都有非常关键的角色 那李显龙总理呢 他呼吁两岸 要思考乌克兰的教训 这个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 人家是这样子的在 这个建议 两岸 要思考乌克兰教训 李显龙说 相信两岸都在仔细研究 这句话我就有意见 相信两岸都在仔细研究 我不晓得大陆或是北京当局 研究的啥 这就不知道 我不晓得我们研究的什么 从乌克兰战争以来 打了三个多月一百多天 我们每天在谈乌克兰 每天在谈那些什么的 其实都谈歪了 都谈偏了 你还是要以 中华民国为出发点 你怎么谈到 都谈偏调了 谈到那些东西都已经 跟台湾没有关系了 你也在谈 这到底谈什么意思呢 我 我引述一下这前几天 在这个香港的广播电台 这个是汤家化大律师 那汤律师呢 他曾经是 这个 在香港他本来非常的 积极参与民主派的运动 那当最近他比较 就是比较看淡 比较淡出这个 因为整个像 香港现在也没有所谓的民主派了 就是被国安法 被这个港府 司法什么的 官的官 这个流亡的流亡 有好几个香港民主派的 或是这个 黑衣人 丢汽油弹的 打警察的 在台湾 在台湾好几百个 当时陈玉珍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问 在立法院咨询 不敢讲 蔡政府不敢讲 多少 我们收了多少的黑衣人 收了多少的勇武派 在台湾都不敢讲 数字不敢讲 其实我们就是包庇他们 还有之前偷渡的 我们让他 转机到美国 这也是我们干的 好 那我介绍这个汤家画大律师 他在香港的广播电台的某节目 他就在 他讲的其实是整个香港的民主运动 他认为的民主运动 他认为是一个全面的挫败 整个香港民主运动全面挫败 那他们当然对所谓香港民主派的朋友 他们争取的那些 他们认为应该这个双直选啊 香港的民主化等等 他们有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这个看法 可是呢 他认为是全面 所以就是因为 2019的反送中 这整个运动 整个的失败 就变成今天这样 那汤律师他讲 他说啊 以为施加压力给北京啊 可以让北京屈服 就是当初他们在这个 街头跟港府对着干的时候 他们以为施加压力可以让北京屈服 你这么以为啊 那我请问你北京有屈服吗 所以我们要借由香港民主派的朋友 那他们是怎么看他们自己的 就是这就失败了 整个香港民主在他们看来 可能有些大陆朋友听了不高兴 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讲句很实在话 我知道怎么讨好你们 但是我不干这种事情 那台湾有些媒体人 他就专门讨好你的 你听得很开心啊 很带劲啊 哇讲得好啊 那你就去听那一种的 因为听了你会觉得 觉得 那你去听了 就专门 台湾就是有些媒体人 专门就是投你所好啊 他心里想的不见得是他讲的 可是他要的是你的那个 那你喜欢那一种的 你就听那一种 你会比较 那我对香港的看法 我没有变过 我喜欢的是2018的香港 而不是现在的香港 那香港走到今天这一这个地步 我也没办法 我无能为力啊 干我什么事啊 我能做什么 我只是替香港觉得很可惜而已 那汤家话说 以为施压可以让北京屈服 然后呢 他说这是最大的政治错判 最大的政治错判 就是你以为 我每个礼拜上街 我跟 这个 跟警察对着干啊 丢汽油弹啊 重火啦 打架啦 然后民主派游行啊 你以为施加压力 可以让北京屈服 他说这是最大的政治错判 香港回不去了 现在他们准备 因为香港准备换特首 有李家超去接这个林郑月儿 他们除了国安法已经颁定之外 他们还有这个 要去修香港积分法的第23条 香港积分法第23条写什么呢 就是要把香港的这个 跟国家安全有关的 通通把他立法明定出来 这个其实已经拖了很多年了 从香港 香港今年回归是第25年 第25年 那其实很多年前 当时就要推这个基本法23条 就一直拖嘛 那就拖吧 你不要太过分 你不要越过红线就拖吧 就大家一直拖拖拖 拖到2019这压力过爆了 然后北京受不了了 北京直接下令 然后就结束了 就全部都结束了 香港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那我刚刚就讲说 我们从乌克兰学到什么教训 我们从香港学到什么教训 那汤律师讲说 因为毕竟香港是一个殖民的社会 他认为民主派的一个误判是说 因为以前是英国在殖民他们 在殖民香港 我不晓得黎智英他们是不是这样想 就说我们 我们来抗争 我们来抗争 那以前英国在殖民香港的时候 你抗争啊 英国会妥协吗 因为英国99年之后 这个香港就要还给大陆了 那你们要什么 要什么要什么谈判啊什么的 大家来瞧 以前在殖民的时候 你抗争你施压 英国会妥协 对不对 那现在换北京的时候 那我们也来施压 我们这个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我们上街跟警察对着干 然后透过美国 其实后面就是 后面在搞鬼的就是美国 我们这个 结果整个反送中 整个变了掉 整个楼盖歪了 就变成现在你看到的这个香港 你以前对英国殖民的时候 你以为这套有效 你把这套拿去 我们来施压 然后北京会屈服 他有屈服吗 他没有屈服啊 各位朋友 我们一定要去把他想清楚 就是说 站在北京的立场 站在大陆立场 他的核心利益 讲是讲台湾 其实不是台湾 也不是香港 澳门都不是啊 也不是什么新疆 西藏什么都不是 共产党他统治大陆 北京当局他的首要之务是什么 是维护整个大陆14亿人 他的政治社会经济 方方面面的安定 他的首要之务是这个 你任何会影响到他这个的 他完全没有什么妥协 马上就动手了 我们回来看香港反送中 吵了一年了 你看北京忍多久 我们当时在台湾看 我们看不懂 怎么会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就上街打一打 闹一闹 你们到底在干嘛 然后民主派 散兵游泳 他没有个头 怎么会有人 源源不绝的提供钱 物资 还战术指挥 这个要干嘛 你后面就是有人在操作 这个汤律师在那个广播的专访里面 他还提到 他说当时有一个主张要占中的 就占领中环 他没讲名字 就汤律师没 他说这个策划的人跟他讲说 我们我们要去占中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样子北京就会跟我们谈判 北京会跟你谈判 他跟你谈判什么 你想得太美 没有人跟你谈判 你以为北京会让步 他干嘛让步 他让你吵了这么久 吵到他觉得受不了 他就国安法丢出来 黎智英现在在关 不是只有黎智英一堆人在关 关到现在放不出来 我刚讲那些勇武派的 跑来台湾的 跑去美国的一堆 我们就是明目张胆的 让他偷渡过来 然后我们就包庇这些勇武派 这是蔡政府唯一能够对香港的帮忙 就是包庇这些勇武派 说你们逃来这边 就这样 所以回到汤律师讲的那一句就说 以为施压可以让北京屈服 那后来证明是最大的政治误判 那各位朋友 我们也要做这种政治误判吗 错判 就以为你施压 以为你耍宝 然后北京会屈服 想想香港吧 北地晚餐 我是陈惠文 我们待会要开放call in 问大家我们从乌克兰 从香港学到什么教训 那石斑鱼的问题也 跟大家来谈谈 石斑鱼到底 那今天蔡总统呢 出席一个公开活动 蔡总统说这是民主的鱼啊 那他也感谢很多友邦啊 这个民主价值相近的这个友邦啊 来帮我们买这个民主鱼 讲的应该是日本啊 日本说要买两吨 我们今年啊 因为今年的前五个月 大陆已经跟我买了三千吨的石斑 所以我们目前啊 今年要处理的石斑 剩下大概三千六左右 三千六百吨 日本跟我买两吨 我看今天那个全联的老板啊 买五百吨 那也都还有三千吨 我不晓得要怎么处理 蔡总统用这种民主的鱼啊 民主凤梨啊 民主疫苗啊 当然就是贬义你大陆 意思就是说你不民主啊 当大陆跟我们买石斑鱼的时候 这个鱼民不民主没关系 反正有钱可以赚就好了 当大陆进我们石斑鱼的时候 那这就是民主的鱼啊 民主的鱼 你们大陆不吃 你们不配吃 然后呢 那人民币呢 人民币也不民主啊 如果照你的标准来看 人民币一点都不民主啊 那你为什么赚人家人民币呢 所以我基本上 我对蔡依依对蔡总统 我是没什么期待了 蔡总统你讲这么粗笔的话 虽然你都是看稿子念 你讲那么粗笔话 基本上你的水平跟石板民负那些人 没什么不一样啊 跟1450那些人绿美那些人就是一样啊 你是总统啊 你不能讲说是民主的鱼啊 人家是免关税跟我们买的 我们有91%出口的鱼 都是卖给大陆啊 石斑鱼啊 91%哎 那我们的鱼出问题 人家说出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检查就说没问题 石斑鱼也是这样子 凤梨也是 也是这样子 真的是大陆刁难我们吗 昨天陈吉仲不知道接受哪一台的专访啊 看不出来啊 他们都不写名字了 anyway 那个主持人问他说 我们进大陆830项农产品 怎么办 陈吉仲的答案是什么 继续进 那你要继续进大陆的830项农产品 你有什么资格去WTO告人家呢 你要用凤梨跟石斑鱼去告大陆哦 你进人家830项哎 你要去告人家两项 你830你到底是要告什么啊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 蔡总统你不要忘 我知道你是网军总司令 但是你好歹演一下 好歹装一下 这种事情 交给绿媒去处理 交给侧衣去 你身为总统 你不能讲这是民主的鱼啊 蔡总统 我们的石斑鱼 大概5000万美金啊 一年大概5000万美金 我们一年跟大陆的贸易的往来是2500亿美金啊 他这个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啊 好 石斑鱼的朋友很辛苦啦 我我我但我不知道 我现在用数字来看 其实你占比是很低很低 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啊 蔡总统 那我们是不是要民主的晶片 那我们我们晶片也不要卖给大队 民主的晶片啊 我们东西都不要卖给 因为卖给他就不民主 我们都不要卖给他啦 我们就都通通拿回来 通通卖给日本 你看日本吃得下吗 我们都不去检讨我们石斑鱼的问题 我们的人家每次说有问题 就我们 我请问 纽西兰进我们的荔枝跟芒果 纽西兰啊 那你为什么没有民主的荔枝 还是民主的芒果 来来来我们来开放供应电话 022363995 前两天都没开很抱歉 022363995 我们到底从乌克兰 从这个香港学到什么 我觉得像我看到汤律师 汤大律师 因为他们要叫大律师 汤家话大律师在香港 这个媒体的专访讲这话 我看了我才是 但是我们媒体比较不谈这些的 我们媒体比较谈一些 不重要的 鬼扯的 然后西方媒体讲什么 你就写什么这样 你就你就跟着胡策什么 大概就是媒体 大概水平大概就这样 没有办法 我给你讲 光是汤家话大律师讲这个 就够我们想很想很久了 那你 我也不太清楚 到底你们民主派在想什么 整天打 整天闹 那个反送中条例都撤回了 你们还是不满意 一直说警察 对警察要打人 没有警察被打吗 这不跟当初大长花一样吗 大家吵吵闹闹什么 其实乌克兰也好 香港其实我们状况是更像香港 我们跟乌克兰的这个状况 是有点有点 我们比较像香港 严格讲一下 我们不要这样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不是说我们去包庇勇武派 而是说香港当时他们误判了什么 他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要从这边学到教训 汤大律师说 以为施加压力可以让北京屈服 哇 这句话蔡总统你 来来来 我们来接call in 哈喽你好 你好 学到教训 你好 喂喂喂 喂喂喂 你好 喂喂喂喂 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姓周 我在新店 新店周先生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周先生你要先把你的收音机关起来 你好 喂喂 周先生你要先把你的收音机关起来 嘿 好好好 好 嘿来来你请说来 喂 周先生请你要把收音机关掉 然后直接讲来 请请说来 那这一切都是美国在 我说你要把收音机关掉了你不能这样子这样你会你会再等那个他会有delay的时间了嘿 那那全部都在美国都是美国在在暗中的啊搞鬼的啊 就是这样子啊 全部都是美国暗中在搞鬼嘿 对啊 就是这样那那大家就是弃子马前竹嘛 周先生如果只讲这两句你不用打进来啦 你你要有个论述你的想法是什么啦 啊嘿 光讲这两句你你自己在家里讲就好了不用不用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你的你的你的想法看法 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 这请大家有备而来 别别勉强的一切都是美国在搞鬼然后的然后就没有了那你现在看来这是怎么 哎你以为我这是随便打来的哦 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打了啦好不好 别勉强你打来讲了半天那你你到底要讲什么呢 我谢谢你来捧场但是你要言之有误啊 这我不知道你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啊 嘿我这不是聊天台啊要聊天的不要来嘿你好你好 哈啰哈啰你好嘿 我是台中 台中陈先生啊你好请讲来 嘿嘿 我个人以后有点的感觉来 角度来看啦 嘿 我们都没有自己检查 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正确人说的 我们有去解除那种 那种违禁药物 嘿 他就给他一个就打架 用政治手段 用政治 政治操作说 啊 我们 英国不可以给我们买了 那是他对 还要给我们台湾打 我以我们台湾做过 我们台湾本身无杂 也是一个贸易大国 你用做台湾 台湾无一项的角度来看 我们出口的问题 要好 要符合人的规定 我这两个事情 包括学家 包括王来 包括这台的酒班 嘿 我们都没有在减 人质 不要说没减肚 不过说没减肚 这是 打翻一串人 我说这句话 这个 但是我们自己要实际 来检查 我们是不是逐批检验 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本来你就是要注重 注重食安 你就是要去注重 用药安全 我们自己 在哪里 发觉 发觉说 他跟他怎样 他跟他怎样 没看说 认真来看一个官员 来说 我们的东西减出来 每倍都安全 他今天是说 他严出很多倍 你都没安全 他都没了 再给你促销 那不是这样 我个人的见解是这样 陈先生 有些什么 我们卖去大陆的东西 是获得免关税 不好意思 我刚刚在开 高速公路开这里 你头头又说一下 我们卖到大陆的很多东西 都是免关税 对啊 是啊 对啊 那为什么 就是 我跟他用政治的角度来看 这叫浪力嘛 他常在发光浪力 浪力是怎么 让你彰显中国祖国 对你台湾人民的关爱 嗯嗯嗯 好 让你台湾人民有钱贪 好 那我们现在不是 他现在是说 不好意思 让你台湾人民贪钱了 你说拿到钱了 再来反对 反对跟我们讨论 当然 到最后 你想说 欸 十四人 跟大家都想法都同样 嗯嗯嗯嗯 你一定有 更 更文派的 更高派的 也有 更有派的 更有派的 有派就是说 我常常给你台湾人民贪钱 陈先生谢谢 谢谢你 对啊 感谢感谢李卡兰 请大家有备而来 陈先生讲的就很很有道理 我我我问大家 他刚刚提到那个禁药 就是那个什么 比如说凤梨的什么虫害 然后那个石斑鱼什么药什么的 联合报点出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 那内销的呢 你卖去大陆的被检出 那自己我们台湾自己吃的呢 周杰伦的歌啊 不能说的秘密啊 你好你好 你好 来哈喽你好 喂喂喂你好 嘿你好 富人哥你好 是您 大阪罗先生 大阪罗先生 你好你好 富人哥你好 天啊 你打进来了 来来来来 呃我觉得 你这从之前的凤梨啊 或者是世家 或者到最近的十班 嗯 呃我套用之前 富人哥讲的 一直在讲的 我们就是 呃中国大陆让利给我们 是 那我们一直都 吃人家 呃占人家便宜 嘿 然后呢还是在持续的炒弱 嘿 那我 这个是 只能讲 在商业行为上面 这根本是完全不应该的 你吃人 你吃人 占人家便宜 然后又 呃遇到什么问题又说人家不好 然后又想要去告人 去拉竹梯又告 我觉得这个 整个逻辑他们就是 呃你真的是无法理解 嘿 那最后我是觉得 呃像日本 或者是说全联啊 他们买那些十班 其实 我们在日本 谁会去吃十班啊 呵呵 日本人有那么多 怎么可能会 怎么 吃不到十班啊 因为 我觉得根本就是 呃大家说好 然后帮忙去买 然后他们在做 对内的宣传 就是这样 然后 然后 等等 换我问你一下 你在日本你买的凤梨是哪一排的 哪一国的 嗯 日本有没有凤梨 有啊 不是我说 日本自己有没有凤梨 有啊 都有啊 日本的凤梨 也有大陆的凤梨 台湾的反而 不是 罗先生我说 日本自己也有凤梨啊 有啊 他们还是自己有啊 嘿那日本有凤梨 那干嘛 他凤梨不够吗 所以就是他就是进口的话 他就是那个我觉得 那个都是说好的吧 嘿那你在你在你在 你在大阪有买过 台湾的凤梨吗 没有也没看过 没看过啊 没看过啊 对没看过 想买也买 那因为我看媒体是你们 日本齁 应该讲他们日本 这个外国凤梨 最多是菲律宾 其实他也有时候他不会 特别去标说 产地是哪里 那他就是 但是在超市啊 或者是说一般的 像我们 那个 我们的市场里面 好 他也不会特别标啊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是进口的 因为吃起来感觉 就知道了 什么意思 不会特别标 但是吃起来感觉就知道了 对因为你 那种口味就不一样 口味就不一样 日本当地产 或者是说进口 那个吃起来那种甜度什么 都不一样 嘿那意思是说 日本的凤梨比较贵 差不多啦 嘿 差不多啦 其实差不多啦 然后吃起来又不一样 你现在是在想 嘿嘿嘿 但是你没有啊 就是你吃过 你就知道那口感不一样 嘿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没有罗先生那这样 譬如说我在日本 你说吃起来口感不一样 甜度不一样 那我当然也是买 价钱又差不多 我当时买日本的凤梨 我当然就是买日本的啊 可是 因为他不会特 有时候他不会 尤其在传统市场 他不会去特别标产地 你也 你只能说你吃酒了 你就知道说 哦这个是我们日本的 哦 这可能是进 哪边进来的这样子 最后最后 惠元哥让我跟你说一下 最后一下就好 我觉得 呃 以拜一的那个 您的那个 徽文开示会的那个节目啊 我们上海的一些 那个朋友这样子 呃 在讲那个 我觉得就是 其实两个应该 真的要多交流啊 没有很多同事也是在 上海啊 深圳什么 其实 跟我们现在每天 如果你看台湾的媒体节目 那其实是 根本不像那些 你们在宣传 就是他们在讲那一项 好像比意很深啊 什么的 其实根本没有 我们其实 我们跟很多大陆的同事啊 朋友啊 嗯 其实大家都觉得是这个 这个就是 呃 就看看就好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多交流 比较好 我的罗仙我来努力的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你打来 拜拜 这个 谈何容易了 但我我我尽我所能 因为我 这个 这个 人为言情 但是我我尽量做 好不好 谢谢罗仙来 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再接通 022363995来 贝勒晚餐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我在现在 哎 慧永哥很高兴跟你通道话 我想讲一点 因为小弟有一点点斜杠人生 所以我有进出口凤梨 那我跟慧永哥报告一下 根本还不知道你是谁啊 大哥 哦 我台北陈先生 你也好 你现在是可以 嘿嘿嘿嘿 来来来 陈渊来 你剩一分钟来 请这样来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凤梨是这样子 日本 日本凤梨芒果是这样 它东西其实品质很好 可是它量很少 因为气温的关系 那他们为什么都买菲律宾 跟东南亚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 美国人的帝国主义 因为他们都到东南亚去种 叫做都乐 你如果看那个食品商标 有时候买进口的啊 齐日国什么的 他们就DOLA 那个就是美国 等于是美国的 孟山都水果板啊 所以他们就是 东南亚种很多大量东西 然后叫日本买啊 这就是台湾的香蕉 被挤出日本的原因啦 之一啦 之一啦 那他们买的菲律宾的凤梨 是谁谁的呢 是菲律宾还是美国的 美国公司在菲律宾种的 所以产地在菲律宾 其实赚钱的是美国人 对 他就是水果的孟山都 刚才知道吗 孟山都不是大 就是大麦日米黄豆 陈先生谢谢 我是刚才感谢 谢谢你陈先生抱歉 因为我们要强制进广告 谢谢你 菲律宾三 我是陈徽宾 刚刚那个 最后一位台北陈先生 很抱歉 我时间很短很有限 谢谢你的分享 你不讲我不知道 因为我个人档次不高 大阪罗先生建议说 我只能尽量做 譬如说 我们会问看社会 后来我再来安排一些 这些连线或什么的 就是 把自己分内的做好的 其他也就交代了 你说三明治也好 绿梅也好 这样子的对大陆的各种的 抹黑的啊 各种的这些 嬉笑怒骂什么 很多都是假的 很多都是乱掰的 所以我这样讲得罪绿梅 我都无所谓 那你们大陆的朋友翻墙出来 你们去看三明治 你是欠我骂就对了 你欠我骂我也没办法 你还去看 我就没办法 能够做 大家更互相了解 更有善意的事情 我尽力而为 但是我先讲 像刚刚蔡总统提的说 民主的鱼 这种 就是所谓的民主凤梨 民主疫苗到现在 延伸到民主的鱼 这是非常糟糕的处理方法 如果今天是绿梅 或是1450讲民主的鱼 因为前几天就有人讲的 我就算了 但是你身为中华民国总统 你是没有资格讲民主的鱼 蔡总统 民主在你执政六年以来 已经退步非常多了 你不要以为你做得很好 蔡英文你越做 我越怀念陈水扁 那天看到陈志忠 我实在都感慨万千 以前我觉得陈水扁做得好烂 现在一比较之后 发现陈水扁做得比你好 你不要拿民主去霸凌人家 说我是民主国家 对了 你是所谓西方媒体 西方世界定义的民主国家 so what 就拿美国来讲好了 美国是民主国家吧 美国就喜欢拿他的民主去霸凌别人了 美国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 喊喊喊 美国总统拜登被记者呛 你为什么不制裁跟你二次做生意的那个俄国的那个什么寡头啊 拜登连个叉都不敢放啊 民主国家 怎样说你民主民主了不起吗 民主当饭吃吗 怎么会拿这个来招说我是民主的鱼 这跟民不民主没有关系啊 很像我是民主国家 我要干嘛就干嘛 我要说谁就谁 很好笑吗 为什么拜登不敢回应啊 记者枪他为什么不敢 我跟讲 拜登其实最爱的是他的大儿子啊 叫做Bow Bow啊 那很遗憾啊 拜登的大儿子啊 他本来想说交棒给他的 好 因为拜登年纪也大了 其实美国日本台湾 特别是菲律宾的菲律宾叉叉的不得了 那个家族政治真可怕 那很遗憾的是拜登的大儿子啊 他得了脑癌啊 已经往生了 好前几年的事情了 拜登是痛不欲生啊 好白法人送黑法人 而且 以前杭特拜登就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叉叉 他的小儿子叫杭特 大儿子叫Bow 那Bow呢很遗憾就是 生病然后救不回来就走了 结果呢 这个杭特啊 这个杭特啊 你大哥 生病 离世了 拜登的小儿子杭特 竟然去把他的大嫂圈圈了 他去圈圈他的大嫂 杭特你真的是个叉叉 你大哥死了 你去勾引你大嫂 这不是我讲的 是杭特的老婆讲的 他老婆已经跟他离婚了 应该讲到前妻啊 他前妻前一阵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啊 你你去你大哥走的你去安慰你大嫂 结果你们两个搞在一起 结果杭特的老婆也受不了离婚啊 杭特你你是有什么毛病啊 他是你大嫂耶 你还是人吗 你大哥死了你去把你的大嫂圈圈 现在美国司法部在调查 我讲这个事情问谁呢 问川普啊 川普气得要死啊 因为拜登的儿子 恶名昭彰啊 他不只跟俄罗斯做生意 他跟乌克兰做生意啊 杭特拜登不是跟俄罗斯有生意往来 他跟乌克兰赚的才大 所以才为了所谓的通乌门 乌就是乌克兰啊 川普逼哲伦斯基就是你现在看到耍宝的那哲伦斯基 说你要赶快调查 逼你的检察长立案调查 拜登跟那个杭特 查他们两个你如果不查我就修理你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通乌门啊 美国众议院弹劾川普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身为美国总统 你怎么可以 拜登要跟他选总统吗 那时候川普还是总统说他就逼哲伦斯基 你赶快去修理拜登 这样子我比较好选 美国是民主国家 我问你弹劾川普有过吗 动不动就拿民主来说嘴 这民主是拿让你来消费的 又怎么样 国会山庄被供进去啊 只有台湾的大长花可以吃香二辣 你看美国国会山庄死多少人啊 国会山庄也弹劾川普啊有过吗 一样没过啊 共和党他们就这样说 你众议院过的我参议院挡下来啊 这个叫做民主国家 你大哥死了你去跟你的大嫂圈圈 这也只有拜登的儿子做得出来啊 这种事情 你拜登当场被记得下 你为什么不去制裁 那个为什么我也不制裁 整个都贱了 这怎么会拿什么民主来说嘴 我跟你讲啦 民主没什么好说嘴的 也不怎么样 你看全世界这些民主国家 民主制度有没有优点 有约点 当然有优点啊 缺点可多啦 那可不可以平衡一下 好去无存经 把民主制度的优缺点给他 处理一下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只是目前我看各国没有这个智慧啊 什么民主的鱼 那人民币是民主的吗 就我不要一国两制 我不要九二公司 但是我要人民币 你要买哦 你大陆不买就骂你哦 真的我跟你讲 就跟大陆朋友连线我都抬不起头 丢脸丢死啊 你今天东西卖去大陆 不是你的东西质量很好 是因为你 靠着免关税去打进大陆的市场 很悲哀啊 你我们刚讲凤梨卖去日本不用关税吗 17%啊 你有在做生意都知道17% 那个税磕下去不得了啊 那为什么要有这种关税壁垒 他保护他自己的农业啊 对不对 日本卖过来我们这边我们一样跟他磕关税啊 不然怎么会所谓的FTA 好不好 我觉得蔡总统讲那民主的鱼 太施隔了 太离谱了 好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恩恩的案子 这你给我那一张 昨天你的做大小框那一张 来做大小框 这个侯友宇今天讲说等司法调查后 他一定负责 因为恩恩的爸爸今天这个呛说要叫 消防局长跟卫生局长下台 我当然因为我不认识恩恩的爸爸 我只能讲说你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 也轮不到你决定了 你是被害人家属 你要求两个局长下台 那没你的事啊 你可以 去争取你该有的权益 你叫做那个 你基本上已经被 被操控了 好但是我也不讲这个 因为不重要 恩恩的爸爸你要 你要继续被人家 恩恩的爸爸很好玩 他说有义务律师要帮忙 恩恩的爸爸我请问你 为什么律师要义务帮你啊 我跟你讲 厌虎好厌 惠虎好惠 他义务去帮你的 为什么呢 我是个律师 我去打官司我可以赚很多钱啊 我为什么要义务去帮你 为什么顾力熊当初要去帮洪池用 为什么 顾力熊的律师费可贵了 顾力熊为什么要去当洪池用的义务律师 啊 我就不要再讲律师了 实在是 那我们看侯市长讲这个 他说等司法调查后一定负责 这个侯市长这个是骗人的 我想请问侯市长如果司法调查出来 假设啦 假设司法调查出来你有责任 你能不负责吗 所以基本 基本上侯友语讲这是空话 如果司法调查 等司法调查之后我一定负责 我也不例外 那废话 那为什么我讲他这废话呢 因为呢 他这个 司法调查调查是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 你有没有犯法 好简单讲 你有没有犯法 你刑事责任 你你这案子怎么看 其实他是不会有刑事责任的 好谢谢阿智 这侯友语你要你要面对的是政治责任 我跟你讲司法再怎么调查都不会调查到你 因为你根本没有刑事责任 他不干你的事 你因为你是新北市长 甚至于我我讲上 连卫生局长下方局可能都没事啊 我现在讲是刑案的部分 我也不晓得现在新北地区署有什么案子在查这个 没有唯一的案子是119的主任去告网友 然后网友反控他误告 只有这两个案子 恩恩的爸爸以我的了解 应该是还没有提出国陪的诉讼 或者什么业务过失致死什么blah blah的 应该是还没提啊 所以我觉得侯市长用司法当党箭牌 这个有点 我觉得有点 不妥啊 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司法调查后你一定负责 司法调查一定没你的事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没有你的事啊 你要面对他这个政治责任 行政责任 因为你毕竟是新北市长 道义上的责任啊 你应该是很肯切的跟恩恩的爸爸道歉 取得他的原谅或谅解 这事情就算结束了 什么叫做等司法调查 那等什么 那是骗人 这是标准的缓兵之计啊 坦白讲我看到侯市长讲这个话 我实在是 侯仪 侯大 以前都叫他侯大 你实在是很政客 这个就是标准的政客的嘴脸 我没有要帮他辩护 我帮他辩护干嘛 你这就是政客 等司法调查之后我一定负责 也不厉害就废话 这司法调查你要负责你还能逃避吗 你真正的问题不在不在司法调查 真正问题是你身为新北市的市长 这个事情你为什么处理的这么拖泥带水 为什么 为什么你的消防局里面有人去当内鬼 把资料拿给洪池庸的老公 为什么 不行 所以我没有要帮新北市政府讲话 你看这个绿媒报导 很多都是雷声大雨 那个角度跟力道都不一样 你要内行的看门道 外行的是看热闹 我上次就跟你讲说 恩恩的爸爸6月6号到新北市 对不起 他到新北市消防局勤务中心 看的那场戏 自由时报一个字都没写 哦 陈慧文你又得罪 不然三立也不会 早上打电话来 换哥换哥 没关系 没关系 这种事情 一个字都没写 侯友宜的新北市消防局勤务中心 演了一场戏给恩恩的爸爸看 自由时报竟然一个字都没有 为什么 今天自由时报做一个版 我跟你讲我每一篇我反复的看 版面做很大下手很轻啊 为什么 版面做很大 哇好多照片啊 还有图表啊 哇 下手轻得不得了 为什么 各位朋友你问为什么我也讲不出来 但是我看了我一肚子虎疑啊 我同样的怀疑是 我每天都看自由时报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自由时报修理过王金平啊 我从来没看过 我只有看到自由时报修理 连战 宋楚瑜 马英九 韩国瑜 好电话唧唧唧唧唧啊 我从来没看过自由时报修理王金平 从来没看过一篇都没有 为什么 王金平不是国民大佬 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讲啊 我看不懂啊 我是媒体低沉 我只能当一个读者 当个观众角度看 我真看不懂啊 请大家想想2013的洪仲秋 2022的恩恩九年了 各位朋友容我拖大讲一句 你成长了没 你成熟了没 2013 万人送仲秋跑去凯道 跑去警服的朋友 你又出了社会九年了嘛 如果你是学生毕业什么 也多了九年的人生历练 如果当时你做的事情 你现在回头 听陈慧文一讲 像跟恩恩的案子很像啊 有人在操作啊 可不可以麻烦大家帮我按赞分享 让更多人去想一想 就看阿智做的这张图 是民进党是一点都不长进啊 民进党不长进没关系 各位当初被民进党洗脑的人 你能不能醒一醒 我在乎的是这个 在乎的是这个 在乎的是这个 人生历练 在乎的是这个 人生历练